一看见无人机飞来 乌克兰警察立刻拿枪对天瞄准发射 但因为数量太多还是有漏网之鱼 俄罗斯趁17号上午通勤时间 朝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动多架自杀无人机 当场毁掉一处火车站和民宅大楼 光走在街上都能捡到无人机残骸 基辅各地陆续传出灾情 由老父幸运从阳台获救紧急送医 一整天基辅警报声 反复响起CNN记者采访到一半 还得找地方避难 先前俄军因为经常使用防空或反舰飞弹 攻打地面目标 研判可能弹药吃紧 没想到现在干脆把歪脑筋 动到自杀无人机身上 拿来攻打乌克兰 俄罗斯改变战略也因为无人机 价格低廉 CP值相当不错 一口气大量使用还能逼迫乌克兰使用昂贵的防空飞弹 乌克兰该怎么应对也伤痛脑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